都说他们是死的最惨的几位明星 有的被病痛折磨 有的遭遇车祸 而有的直接被当众赐死 只有他的死因不明 很多明星由于自己拥有大量的粉丝群体 而一直活跃在公众的视野中 这也让他们的工作事业 以及个人生活中的很多方面 遭到了各路媒体的偷拍和报告 对于一般人来说 如果遭遇什么意外 或者不测而远命的话 基本也就是自己的亲朋好友同事们会知道 并进行悼念 但是明星们不同 他们事实的消息 不仅会轰动整个亲戚朋友圈 更会在娱乐圈引起不小的轰动 而以下几位 他们当时的失事的消息 对于整个娱乐圈来说 也引起了一股股不小的波动 季春华 相信很多喜欢古大电视电影 那网友肯定会认识他 他主演的反派角色 更是活灵活现 令无数观众朋友秒牙切齿 没错 这也算是对他演技的认可和赞同 当时他走进我们的视野 也是因为他在少林寺中饰演的那位 令所有观众都深入痛绝地反派 他那沙哑的嗓音以及谋中带怒的面容 完美地诠释了这一角色 不过令人意外的是 从小就恋悟强身 有着非常健硕体格的他 竟然在一个月前自己57岁的时候 因为肺癌而离开了人世 其实他发现自己得病的时候已经是惋惜了 而且当时的他的体质已经极其虚弱 无法再进行用于癌症的各种治疗方法 所以在他最后近万年的生命中 都是忍受着巨大的痛苦熬过来的 愿他在天堂会像在电视剧里面那般顽强 白静当年的死 也是令无数网友感到痛惜 由于他的死还牵扯到一些利益 以及第三者 所以他想跟丈夫提出离婚的时候 最后他被自己的怒之下 丈夫用三刀刺死 而后他的丈夫也畏罪自杀 今生做不成夫妻 但希望在天堂他们能重归于好 刘丹 他已经淡出我们的事业好多年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 环珠让很多人爆火至今 但是为什么没有捧红 里面能含笑如风的相飞呢 要知道他的颜值不说 是在剧中数一 也起码是数二的 可惜天度阴彩 在他25岁那年 赶往剧组拍摄的途中 遭遇了意外的车祸 没能挽救回来他年轻的生命 不然 我们的回忆中 就又多了一位至今还会活跃 在荧幕前的女神极明星 她的美 也永远定格在那个最美好的年纪 可能时尚天不愿看到她老去 想让她在哪都那么美啊 刘姐 由于小视频的兴起 一部搞笑题材的系列视频 在各大网络平台迅速火了起来 这部剧就是我们所熟知的陈祥六点半 其拥有庞大的粉丝量 而且得到很多人的追捧 刘姐也因为在剧中担任女组而爆红 然而在2017年的时候 她同男朋友在路上遇到了叶卯 因为叶卯喝醉了酒 而且发生了争执 最后借着酒精之下的叶卯 直接拿出身上的小刀 朝着她连捅了两刀 最后抢救无效死亡 虽然不知道究竟炒得什么假 但是人命关天 气氛儿戏 所以还是少喝点酒好 特别是对于那些容易冲动的人来说 能不喝就尽量别喝 不然万一喝多了出事了 酒醒后 虽然恢复意识了 但是也晚了 任娇是赵本山的女徒弟 凭借出色的颜值和强大的背景 受邀参加过跑男 可是在去年十月份的时候 她的尸体被人在一家酒店的草丛中发现 有人说是谋杀 有人说是意外 但是究竟为何 你该有一专心言 对于那时 邋杀的